噢 1月底火山噴發的警戒陸續解除 災民開始返家整理家園 76歲的佩拉吉亞 在慈禧之公的陪伴下 也回到了家 眼前所見 還在她能接受的範圍內 火山噴發後 巴達燕省 間連發生多次地震 菲律賓慈禧之公 心系災民 在勘災之後 立即採購物資 並發放來自台灣的愛心 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不知道什么我们吃了,我们没有购买 那些人感觉到某些人,从来到某些地方,从来到某些地方 是很棒的感觉,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了 我们工作,我们在自己身边的房间,在家里面 他们是第一个人给我们的金融 此季災后的迅速援助 当地民众形容宛如酒汗的几十语 志工也带动大家祈祷 不少妇女在此刻将累积的压力释放出来 我们也带动我们的房子 我们也带动我们的房子 志工准备的污渍中 除了生活用品 毛毯和大米 还有N95的口罩 让居民在清理家园之际 避免吸入过多火山灰 也能做到谎言 大家新闻 雅官 保罗 珍妮 菲律宾报道